我们来请刘牧师 谢谢你提 看一看 没有问题 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天皇上 求你恩高孩子的口 今天能够讲出你的道 今天的道 有爱心 有人词 让听到人 有谦卑 有坦诚的心 让所有听到人 知道这份道是出于爱 而不是出于批评 是为了众人的好处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求你祝福今天的讲道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马可福音 英文部现在过去这一年都在讲这本书 我们讲的慢 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讲 英文部很多的青少年 下一代 我去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问他们 好像是受洗班的时候 问一些事情 发现很多人都对耶稣不是 问他们耶稣是谁 问他们耶稣的事好像不是很清楚 所以今年就想用福音书把耶稣的生平 耶稣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希望能够讲清楚 马可福音是福音书当中应该是最短的 但是他是最早的一本书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他没有讲他的作者是谁 甚至有些书会说他作者 但是这本书没有提作品的名字 根据教会传统我们认为是马可 就是根据早期教父他们书信 他们认为马可是 这个马可是当初使徒彼得身边的一个翻译 他说应该是这个人写的 那么他是最早写成福音书 因为我们发现其他福音书 特别是马太跟路加 很多的资料来源是从他而来的 那很多故事他们是根据马可的故事来改变 或者做修改 或者减少一点 很多诗教师来自马可 因为马可福音当中有大约提到圣殿的被毁 但是没有讲确切的日期 所以一般认为这应该是在祖后七十年左右 就是那时候圣殿被毁的时候 那前后的时间形 马可刚刚说过 教父认为他是彼得身边翻译 他可能本身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 他的对象 福音书的对象也是应该是讲希腊文的 教会 因为他很多的 有的犹太人的规矩 他会特别解释 如果你的听众是犹太人 你不需要解释嘛 所以他可能这本书的对象 是应该是外邦的教会 讲希腊文的教会 那么如果你记得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福音这个字是马可先开始讲的 福音什么意思 福音就是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 对马可来说耶稣就是好消息 对马可来说耶稣不是一个魔术师 他不是行法术的 他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 他讲了很多他的神迹 但他不希望他读者们误会 当时希腊很多哲学 他们游走各层各乡 传道讲述他们的学术思想 讲述他们的哲学 耶稣也是一样 他游走加利利各地 他讲福音 但他要确认他读者们 不要误会了 耶稣不是魔术家 也不是哲学家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弥赛亚 你要真正了解耶稣 要看到耶稣的死和复活 你要从耶稣的死和复活 来瞭解这个人 你真的要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 你才真正认识到耶稣是谁 耶稣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 这大概是马可福音的简介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经文 照往例我们要看一下上下文 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 有另外一个故事发生 耶稣坐船到对岸 这是加利利海的西北边 可能是加百农的地方 虽然经文没有讲 总之这应该是犹太人群聚的地方 东边呢比较是外邦人 西部呢比较是犹太人 那这边应该是犹太人的地方 因为有会堂 有大概十个犹太人的地方 就可以建一个会堂 这个会堂主要是在这个犹太人 从巴比伦流亡回归之后 开始兴起 就是新旧约之间开始兴起一个现象 他们有这个会堂 然后会请这个 他们会堂不是献祭的地方 会堂是读圣经的地方 读这个Torah 读这个旧约圣经的地方 所以这边这时候有个人来找耶稣 他是会堂的主管 会堂呢 刚才讲到十个人就可以成为会堂 会堂主管好像我们教会长老一样 就是家里的这个父亲啊 这个几个长老在一起 他们就是组织一个会堂 这个长老会堂 长老会堂主管就来找耶稣 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女儿生病了快要死了 他请耶稣来救他 耶稣就跟他一起去了 但是在区域的半路上碰到另外一个女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我们要讲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换了一个这个 有关月经方面的这个不正常的毛病 来找耶稣 好 那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 还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会堂主管的邻居就来 朋友就来 摆了家人就转来说不用去了 女儿就死了 但是耶稣就像这样 说你不要怕 只要信 那么 所以这 马可很惯用一个说法 就是两个故事摆一起 然后 第二个故事摆中间这样子 那么 那这个中间的故事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其实跟前面跟后面这个 另外这个女儿的故事也有关系 我们待会会提到什么样的关系 好 那么进来看今天这个故事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这个故事很短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来 耶稣 耶稣就和他同学 有大经验的跟随他 拥挤着他 有一个别人 万经验就去这一面其他人 在好多一生手里受了祈祷 又发现了他所有的 一面也不见好 他而更重 所以看到这个耶稣现在很有仁气 很受欢迎 所以他去救这个管管会堂的女人 一群人跟他去 好 在这个马可福里面呢 人群不是不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人群经常是阻挡 这个需要耶稣的人来接近耶稣 这时候 这个情况下 这个女人他需要耶稣 但是他很难接近耶稣 因为这么多人在那边 但是他不放弃 为什么呢 他处于一个绝望状态 为什么 因为他换了这个 这个 这个月经可能不正常 然后常常流血 他这个已经十二年了 看了很多医生 花了很多钱 花了所有钱 但是不但没变好 反而更糟糕 所以耶稣是他最后希望 好 他来找耶稣 好 继续念 我们来 他听见耶稣 就在这种人之间 从后面来摸耶稣的底下 你那下 我去摸到他的底下 作为全愈 这可能当时的一个迷信 或者习惯 就是认为有能力的人 只要碰他一点点 我也可以得到全愈 使徒经算也 也说过 这个他们把这个 病人拿到这个使徒影子底下 只要使徒影子 经过他们 他们就得全愈 所以这是一个很 当时的一个 可能一个不变的 你说迷信也好 就是当时一个想法 但他怎么样 他就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 那他就是 很多人急着 他就挤过去 夹在里面 就来摸耶稣 他觉得我摸到了 我就可以得救 我就可以被医治 好 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 说出来的 主耶稣 与神的支柱 他觉得身上的支柱 好 耶稣的实心 就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地上 所以你看 这个这个对待经文 其实蛮有意思的 他立刻他就知道了 他被医治了 他跟他当场的血 他就肯定某种感觉 他知道他血停下来 不再流了 那可能他就知道了 他被医治了 但是不只他知道 耶稣也知道 就说等一下 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 然后他转过来说 谁摸我 然后我们看这个门徒 怎么回答 门徒对他说 你看 这门徒就觉得莫名其妙 这么多人挤着你 每个人都摸你 你要我去 你这么问说 谁摸我 我怎么找法 大家都来摸你 大家都碰你 所以你看到这个女人的摸 跟其他人摸不一样 这么多人来找耶稣 这么多人摸到耶稣 只有这个女的得到医治 这个摸跟其他摸是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继续看 那女人知道 这个摸不一样 因为他是带着信息摸的 很多人来找耶稣 很多人来教会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到耶稣的好处 是谁可以得到耶稣的好处 今天这么多人坐在这里 谁可以得到耶稣的好处 你要相信 这是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第一功课 要相信 要相信 谁摸的 这么多人摸你 我问你 谁摸了 不对 有一个人摸了 他是带着信息摸的 他是相信的那个 因为他相信 所以能力从我这边出去 流到他身上 他得到权力了 然后他把他叫出来 然后跟他讲 不是摸救了你 你不要随便去摸人家 不是摸这个动作救你 你的信救了你 你得救是因为你相信 这件事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在他离开之前 相信得救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 没有信 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 必须信他 朋友们信不信 你来到教会 你信不信 不是叫你信教会 也不是叫你信牧师 也不是叫你信张老 你信不信上帝 你信不信 你要相信才能得到 而且不连什么都相信 光是你相信这个举动 不能让你得救 你要相信那个对的上帝 你要相信对的人 你要相信对的神 你要相信对的耶稣 这个女的相信很多事情 她相信很多医生 她花了很多钱去看了一个医生 但是她没有得救 她反而更变得更糟糕 我们今天生病 我们也是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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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有在办退休会 那英文部呢 办了很多年退休会 那有些人来退休会呢 他没有缴钱的 但是他没有缴钱之前 他会跟我们说 这个他的经济 比较困难 他想来 但是他缴不起这个钱 那我们都会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教会帮你输出这些钱 对 我们拿到教会角度 要讲出来要承认 但是如果你不讲 你来退休会 然后参加了 对吃了几顿饭 对不对 享受这个退休会设施 完了以后 就当面发生这回事 也不缴钱 也不出声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个就不好 钱不是问题 好处也不是问题 但是承不承认 是很大的问题 白吃教会一顿 这是很常发 白吃没有什么不好 白吃白喝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传道人 常常白吃白喝 我们成长了 生物时就会代表教会 请我们吃一顿 对我们也是白吃一顿 但是我们吃完以后 我们会跟陈长老讲谢谢 大部分时间会讲谢谢 朋友们 如果你退休会参加退休会 你还没有缴钱 我建议你 如果可以负担得起 把这钱给缴 如果真的缴不起 跟同工说一下 写发个短信给长老 给陈长老也好 给李长老也好 发个短信 谢谢教会 帮我出这个钱 我最近比较困难一点 这个承认很重要 你请朋友吃饭 你请他吃完一顿饭以后 他出去说没这回事 我没有吃 有吗 他有请我吃饭吗 那么这个人 你还可以跟他做朋友吗 可能很难 可能很难 那你今天如果来参加教会活动 报名了 享受了教会的好处 离开了你说 你这个怎么讲 不付钱 那么明年下一次又办活动 同工又看到你的名字 他要怎么办 你有这个赖帐记录 他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钱不是问题 承不承认是问题 拿了好处要承认 这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影响到我们跟教会关系 更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关系 我们上帝是真实的 他不是虚幻 他是活在光明当中 是走在光明当中 我们既然说自己是上帝的门徒 上帝信徒 我们也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 有些小孩子做了坏事 眼睛把这个眼睛遮起来 他以为全部人都看不到他 你觉得大家看不到他吗 看得到 我们做不好事情 我们亏欠的人 把眼睛遮起来 难道别人就看不到吗 难道上帝就看不到吗 这妇女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要承认 耶稣说 你从我这里拿到好处 你不能一走了之 你要站出来 你要做竞争 你要承认 你要认识我 我也要认识你 关系比好处重要 你不承认就会影响到关系 你如果拿了好处就回家 你把最好东西给掏起 因为最好东西是与神的关系 与教会关系 与人的关系 还有一个原因 这女人必须承认 因为她的病 这个经写不止的病 根据立位计 根据旧约律法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 你知道人摸到这不洁净 她会不洁净一直到脑上 这女人碰了多少人 她挤在人群当中 她是不洁净 她挤了碰多少人 多少人被她弄得不洁净 最后她把耶稣也弄得不洁净 变成根据律法 那她要承认 要讲出来 而且让这些被她碰的人知道 她已经洁净了 她已经痊愈了 对不对 她造成别人不方便 这些被她碰到的人要知道 对不对 你是不洁净的 根据律法 我要不洁净到网上 所以我今天我可能一些事情我不能去做 你要让人家晓得 造成别人不方便 你要长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顺利 承认而且离弃过犯的必谋怜悯 承认自己的罪很重要 承认 自己问题 如果愿意承认 其实我觉得一般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教会不止我们教会 很多教会常会办一些家庭的讲座 或者婚姻的讲座 但是这么多年我发现 通常办这些讲座来参加的人 基本上都不大需要这个讲座 真的需要那个讲座的人 他不会来参加 真的家庭或者是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来参加讲座 为什么 因为来到讲座以后 分数讨论 你讨论 你要承认 你要讲 那为了面子的问题 讲不出来 他们不愿意承认 来了以后要承认 但是不想承认 所以不来了 那就帮不到他 所以为什么小组 事工这么重要 知道陈商老现在跟Robin 在推这个 胡川道 在推这个 小组事工H4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想法 因为英文部也是 只要有信来 我就想办法把他们拉到小组去 为什么小组这么重要 因为在小组里面你可以承认 在小组里面有一群爱你的人 你可以相信的人 你可以把你为你讲出来 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在大群里面很难做这事情 因为你讲出来 可能有些人听你后心里嘲笑你 或者有些人出去就讲你闲话 大群里面很难承认 但是小组里面 你有个承认跟告白的机会 这个小团体 不要小看这团小团体 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 耶稣就在那里 所以不要小看小组 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 这个团体就有耶稣的同在 他就有耶稣医治 跟复原的功能 你在小组里面 你承认悔改告别告白 小组人为你祷告 愿意同情爱你 你就可以在小组里面 被恢复 得到权益 得到神恩 所以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 赶快找一个小组参加 当然你不能每个小组都参加 你必须找一群 你可以信赖的人 真正爱你 真正关心的人 那么鼓励你 我相信我们六家有这样的小组 我鼓励你参加这个小组 要承认 教会领导特别要承认 做长老的 做牧师的 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做了这个 怎么说呢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这个 不管是不一定是华人教会 我想每个教会都一样 这个牧长为了面子问题就不承认 但是不承认不表示教会人不知道 不承认就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有时候 我们上网 Google社许家记录之家 打印以后往下一查 发现有一些不好的新闻 我们在那边有七个家 其实我们家其实 过去几年就一直上新闻的 那么 前阵子跟这个家长老谈 对这个当初这个有个长老这个在奉献方便 这个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被判刑了 三年前已经被判刑了 前阵子跟那个家长老谈说 事情结束吗 没有 他还是不认 他还是在上诉 他还是抱怨 他还是在说 司法程序有问题 所以他还是不肯服刑 不认 所以这边还在还在纠缠下去 像这样子不认呢 就对自己造成很大伤害 也对教会造成很大伤害 所以特别是我们 做成为教会领导 做教会 牧师也好 传道人也好 长老也好 我们要首先要承认 承认为什么这么重要 承认跟我们的得救息息相关 我们一起念这两节新闻 你若口里 认依族为主 请你庆神 教他从私利利过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存疑 口里信存疑 就可以存疑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妇女 今天耶稣叫做妇女做的事情 你不是来摸了就算了 你不是拿了好处 你就一生不肯就走人了 不是哦 你要弄清楚你是相信 因为你相信 不是因为你摸了 你相信所以你得救了 而且你口里要承认 我们前讲礼拜 我们办受洗 对不对 为什么每个人都上台 讲见证 你要承认 你要讲出来 你不要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 基督徒不能做秘密基督徒 你要在众人面前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你相信的是谁 要讲出来 上帝是光明的上帝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要把事实说出来 承认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事情 承认是为了荣誉神义人 耶稣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一定要把这个女的给揪出来 为什么 因为那个会堂主管在那里 那个会堂主管才收到坏消息 那个女儿已经死了 人家教授你不要去了 你不要麻烦耶稣已经死了 所以耶稣一定要叫这个女人站出来 说不对 我信了 而且我痊愈了 你想想看 假如这个女的摸了以后 她就走了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耶稣跟这个会堂主管说 我刚刚救了一个女的 她得到痊愈了 她本来是流血不止的 现在没有了 会堂主管怎么会想 这都是你说的 这些小的 我又没看到这个女的 这女的一定要站出来 不单单是为了荣耀耶稣 更是为了帮助这位会堂主管 让她看到这个见证 让她看到这个 因为有人 她相信了 她得权力了 现在人家告诉你 你女儿死了 你信不信 耶稣可以救她 你信不信 所以有时候 不是有时候 所有时候 承认 为什么要承认 讲出来不但是荣耀神 而且可以帮助到别的人 我们把自己的弱点 软弱 说出来 其实不单单只是为自己 也是为别人 别人看到我们的软弱 看到我们承认自己软弱 然后又看到上帝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 又看到上帝饶恕我们 又看到上帝帮助我们 又看到上帝让我们成圣 又看到上帝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 这整个故事对别人来说 就是一个鼓励 吸引他们 哇 原来上帝这么爱他 那我相信上帝也爱我 那我也要来爱上帝 我也来相信耶稣 我也要来更接近耶稣 原来所有的好处 不在耶稣之外 所以承认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荣耀神 为了帮助别人 做基督徒其实 做基督徒呢 其实没有那么难 但做基督也不是很简单 你要承认 我们要承认 拿了好处 不管是拿人的好处 拿了教会好处 拿了上帝好处 要承认 做了错的事情 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 做了这个不胜聪明的事情 你要承认 世界上人做是相反 拿了好处不承认 做了坏事也是不承认 这是世界上的人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拿了好处要承认 做了不好事情要承认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活在光明里面 真的成为上帝的孩子 与圣洁的上帝有份 那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相信这本圣经 是按你的灵感写成的 这么多的作者 马格福音 马太福音 旧约这么多书的作者 写成这本圣经 他们就是为要承认你 就是要为你做见证 这本圣经是为我们的好处写下来的 让我们学习你是谁 让我们知道你的爱 让我们相信你的爱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事情我不想承认 求你帮助我们 也求你祝福这边每个人 祝福这个教会 不管是国语部、粤语部、英文部、儿童部 我们盼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组 都有一个爱的群体 有时候这群体不能太大 因为人多了事情复杂 我们需要个人少一点的小团体 充满基督自爱的团体 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可以承认 我们可以告白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软弱 而且我们可以得到你的饶恕 透过这个小组 透过这个团体 对我们的宽恕 对我们的意志 我们需要 求主帮助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承认 从你而来的好处 让我们承认 从自己而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求主帮助我们改掉这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一切所作所为 口中所说的 心里所想的 都是荣耀你 都是帮助人的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愿为你去 用每个人都成为神荣耀的见面 用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让我充满天山的能力 让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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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我只愿和你心仪 可怀世未损失 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我只愿与佛为我而施行 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让圣灵与佛为我而施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万识未顺势 愁妇未消息 考虑离恩殿坛力 丁恨胜因我先行 我只愿 作以信仪 看万识未生事 愁妇未消息 考虑离恩殿坛力 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求主 让万果的融化尽都施舍 是我勇敢的心已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是我勇敢的心已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是我勇敢的心已无畏惧 那一份奉献出来 给教会圣功之用 阿爸父求你亲自的悦纳 也祝福 我愿意向你做的心已无畏惧